提供更金 medal 杰卓神不運 枝萬重 大家朋友 歡迎來到恐怖粒鐘晚上 羅斯 星期一 又到一個星期 weitere新開始 為什麼呀 admit it 雅貓拉斯 我在看報紙 我今早一開播 看過Facebook 嘩 又有女兒彈出來的 我看一看 怎麼是你 拍得很肥 我這樣上鏡 豐滿一點 好一點 有些人有肉底 有人like 瘦猛猛的 不行的 我為什麼不知道你去拍這些比堅尼相呢 很久以前又是專訪來的 收起來都厲害的 都不是一些託出來的 有面積的 那大家支持東方 大家支持一下 有面積可以看到的 沒有面積 那些鑑山谷的 你看到底部的根基不夠好 如果有底部的人 整個是混完一點 真的嗎 看得出來是真的嗎 因為肥了很多 這件事是均勻的 不要緊 沒問題的 一點點 OK的 有些人喜歡有肉底 有肉底的 其實你問一下馬雅露 對呀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很少喜歡一些很瘦的 對呀 看女生喜歡超瘦的 男生看女生喜歡有些肉底 除了我 你是喜歡什麼 我是喜歡瘦的 是嗎 例如呢 有沒有什麼例子 即是Cindy的 1170高 然後121高 我都說 喂 肥了 很瘦 咦 我現在跟Cindy做瑜伽 我說 11幾 她說 你說我肥了 我說 那真的肥了 你自己知道 她不肥 肥 現在就沒那麼肥 是嗎 是嗎 小肥 原來她現在很厲害 她很厲害 她OK的 屈來屈去都可以 喂 為什麼這麼多人送東西給你 喂 拿點東西來上我公司 喂 收收足費 是嗎 這是什麼寶 多謝Ricky 她今天幫我買了報紙上來 吃的 是吧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糖來的 情趣 啊不是不是 杏仁巧克力 開心巧克力 什麼情趣 不是 多寶了結 哦 了結糖來的 我喜歡吃了結糖 很多東西啊 還有什麼 卡洛基地杯 是啊 什麼來的 我喜歡Hello Kitty 前一陣子是7en換了 她問我要不要 哦 有粉絲啊 有人送東西 你就好啦 你沒有嗎 你送大把吧 我學出聲的 有信心問嗎 有的 我有的 肯定不是送這些 收過最貴的是什麼 粉絲送 粉絲送 也不是很貴的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試過 收一家的禮事 嘩 這個不錯 我看過我 Magic Girl的partner 有收過自拍神器 然後是電腦 電腦 電腦 這些是小事 真的假的小事 小事 那些人說 我這麼貪心 你真有事 你送一層樓給我 都要了 你送什麼我不要 你沒有理由 你送一層樓給我 我叫你不要的 怎麼可以要一層樓 那我簽紙 我不客氣 你送什麼 說真的 但我都會經常見到朋友請來吃飯 我真的會見到他們 喝茶 我請你喝茶 我都會的 我今天又去完 我不是在面上 我知道 你看看 黑了多少 我今天拍了裸照 全裸還是什麼 半裸 好笑 看不看都有裙組 可以可以 轉頭放 因為那件事是 有另外兩個女生 我們說 不如除了一個上半身的比堅尼 這樣掩著 其實是拍背部 我們三個平排在船前面 這樣掩著 突然間有個航班 在拍我們前面 這麼混賤 哪個這麼混賤的另外 這麼混賤 有男生拿著面目 不過你講開 去遊船河 我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經常叫人不要玩 那些船河 那些什麼 香蕉船 經常撞傷 連連人都撞傷 真的不要玩 很危險 香蕉船 大家無情力 手搶腳 不知道怎麼被人坐到 真的會爆肝 隨時 什麼爆肝 斷骨也試過 真的嗎 不誇張 好像是 我都聽過 今天講了什麼主題 今天我講的主題 就是 沒講過 就是這個靈異商場 商場裏面有鬼故 是非常少的 其實不多 西國人中心 我有聽過 西國人中心上面 過山車說停了 不准玩 有些古怪的東西 突然又會見到它動 但其實人家是檢查的 那些 然後又講一講 又講到 就是溫沙狐仙 其實不是的 還有些地方 鬼鬼祟祟 有些古怪的東西 猛鬼的東西出現 但它不告訴你 因為 舉例 在商場裏面 最容易撞鬼的人 是什麼人 什麼人 最容易撞鬼的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 應該是商戶 沒錯 要不就是商戶 要不就是保安 他們不可以說 保安說炒魷魚 你商戶說 會影響自己做生意 當然老蟹不說 加利大廈 現在翻身了 都聽過有些鬼故 加利大廈 沒有去過 有些人說 又是轉角位 沒有聽過 沒有認識人在加利大廈 為何我今天想說商場裏面的鬼故 其實就是 因為有個網友 他就說了給我聽 某個商場裏面的事情 因為他在做事 在哪裏 他千叮萬縮 就跟我說 不想說 他說你千萬不要 爆用哪個商場 他說一爆就馬上知道 而且那個商場 做某些生意 是不太方便有鬼的 但他裏面有幾個商場裏面的商戶 都有聽我的節目 他說我講一些裏面的事情給你聽 但哪裏說不可以 九龍區 九龍區 黃區 你猜到就猜 我麥克風會給我 那些網友錄給你聽 我聽到你聽不到 但真的不要爆 我像是道德那樣的人 你叫我不要爆 我就一定不會爆 無論案件那些 奇情事情 內情 放心他講完給我聽 我也是不會爆 給你聽 他也是很口密 非常口密 我們兩個是無間道 你不用打算套我們口風 很無間道 還有 先說笑 不好意思 今早的報紙 我都有看 然後有一件事 很好笑 他說 沒有人追 你知不知道真的很好笑 我也是沒有人追 沒有追求者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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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我出了這個報道之後 很多訊息 收到我的朋友 真的好朋友 男生朋友 我說我追什麼 追你 她說 玩我 真的好笑 真的沒有 很難說 譬如你說我還沒拍過拖 其實我還沒拍過拖 我還沒拍過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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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你要玩交流apps 這樣 猜不到 為什麼那時候是開始 我不是有一個節目 教大家怎樣玩交流apps 怎樣開始聊開一個話題 就這樣欺負別人 其實我不會回覆你的 教別人怎樣追求女生 所以就下載了一些交流apps 現在有幾個的 現在只玩一個 那你可以幫我做一件事 如果你認識人 apps也會 那你可不可以每一認識一個人 就問他 你有沒有鬼故 也好 那如果你問到有十個人 十個人被鬼故 還是有十個鬼故 也好 你先問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人說 我有 也好 你玩這些東西 我鼻祖來 我還不是鼻祖 你是怎樣的 我鼻祖到 你說上網 這些東西 認識人 那些人 會用來吃飯 玩到 夠想我厲害 夠想我厲害 什麼網聚 我只有整個人的運作 在網上 那些人 哪裏夠厲害 那些人 只是業餘 你真的 那些網聚可能 分分鐘一來 就 人人都認識你 我任何東西 都可以在網上做回來 我都不太鼻祖 我鼻祖到ICQ年代 我已經開始犯了 ICQ 有錢可能不敢追 即是覺得我有錢 他不能貪錢 你別忘了 說真的 那些人以為他貪錢 他是不能貪錢 他不是沒有 他不是貪 他不是貪 我不是很有錢 因為我真的很坦白 告訴別人 我正在做什麼 有時候 為何你們還要玩 其實 講庫心會宣恥 主持也有寂寞 也會有時候 我孤獨不開心 我也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在鏡頭表面的我 其實不是真的我 但很好笑 我從來沒見過 那些人 我純粹只是聊聊天 可能真的想想 看看有沒有鬼鬼 我不是那些 我真的不是 你又說什麼 那些人很順便 看看圖片我們說 講了我的網友 講了鬼鬼故事 上個禮拜還沒講完 今天講的幾宗 都是網友提供給我的 剛才有一宗 就是網友 他上次不是提供 有一個住 即是住個女童園 有一個碼頭圍之歌 那個女生 還有一宗 我還沒講的 他說他小時候 就住在藍田那邊 他說他是困妹 有時候會受我平 跟朋友睡覺 或者有時候在藍田那邊玩 他小時候 他說他住的房子 就是在藍田 那些古怪的東西 就是什麼 首先他每晚睡覺的時候 有些時候 會被一些人 坐在他的肚子上面 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的時候 然後就 他確定是人 他就看一看 他就看一看 就會看到一些半透明的小孩 就想和他玩 他回想起 為什麼有小孩在我家 原來他媽媽 以前那個年代 避孕就不太認識 那些 就落過兒子 落過幾個 好幾個 甚至乎 生了他的時候 都帶過他一起去 陪他媽媽去落兒子 他都見過 有一次 他說最害怕的是 和幾個表弟 大家坐在電視上 然後就玩 以前的電視上 有個玻璃透明 會反映到一群人 玩玩一下 整群表哥就很害怕 然後大家就走 走 不玩 問他們什麼事 原來他說 看到電視裡面 沒有開的 那個玻璃 殘影裡面 看到有人 的人頭在裡面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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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就不是他們幾個人 就是想和他們一起聊天 一起玩 那個女孩從此之後 就知道他家裡有鬼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外國有個個案 有一個家人 家裡有幾個小朋友 他們長期 小朋友 可能當是靈體的小朋友 叫David 他們全家都知道 他的存在 好像真的很和諧 很和諧地相處 這個會經常出現 有些人會坐在他 睡覺時 坐在他身上 真的是他的姐姐 就跟他玩 要是他們一群表弟 表妹在玩的時候 要走出來聽他們說話 那些 那他長大了的時候 就有兩件事 我覺得挺恐怖的 他都跟我說 有一次他就住在 大角咀裡面有一間劏房 那也不是很大的 那間劏房 他當時有兩個朋友 就上來他家裡 就一起在那裡聊天 就是姐妹圖那些 就在那裡聊天 吃東西 其實不知道有什麼好聊 總之就是姐妹圖一起聊 是 那他突然之間 那間屋本身也有些怪物 就有時見過有影的男人 會在走廊那裡出現 又會按鐘 那次他們三人就在那裡聊天 那一張床就坐在那裡 那他就坐在旁邊 他妹妹又坐在另外一邊 中間坐了一個 當他們聊聊天 聊到差不多的時候 突然之間在中間那個位置 有一個不屬於他們的聲音 在那裡搭嘴 就說那些東西 就不知道 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聽不到他說什麼 鬼鬼識例 那類型 那他就整班就馬上不出聲 跟著他內心就心想 他說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他說希望聽到那個就不要提 就大家當沒事發生過 到差不多 到最後有一個就頂不住 那個女生就說我坐過來 他說大家坐在那裡 他說不行 他說有把聲音 不知道是誰在那裡說話 他說不是我們 然後他就整班嚇到傻了 就算了 就走了 不住一間屋裡 那怎知道 他說之後 他又沒有在那裡住 就住了男朋友 有一間屋 那間屋裡面 都有一件怪事 就是首先 廚房位置有一個櫃 那個櫃 他們有時候會放一些無謂的衣服 在裡面 就是不多穿的衣服 就放在裡面 他說那個櫃裡面 就有個男人 經常都會見到 入屋的時候 好像有個男人眼尾看見 就經常看著他 在那個櫃裡面看出來 對 就是櫃裡面 就是有時候半開盒 就看著他 總之廚房那裡 他就站著一個男人 就會這樣 那他就不太理會了 但是後來有一次 他跟兒子就在家裡 那兒子就在廚房那裡 打機 看電視 那樣 就進了房間 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收到他兒子 就打電話給他 是 那大家在廚房裡 怎會打電話給他呢 然後 於是 就想著兒子 當然去玩東西 無緣無故在家裡 打電話 那些壞事 其實我都沒試過是亡狗的 發訊息是我試過的 就是在家裡 大家打電話給女兒 試過沒有 訊息是試過 就是可能男朋友 在廚房還是廁所 不知道什麼 我就攤了床 也不想動 可能叫他 可以倒杯水進來 那些 很餓 沒有東西吃 又不懂煮麵 小時候又不學 又沒有學 冷到是 可以進來 但我開著冷氣很熱 上次試過煮麵 連袋子放進去煮 原來不行 搞到吃不到 想再試 但又不懂看日文 時出詞一定是日文 買了日本版 又懶得 買日本版 又不懂看 這樣 再說你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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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 後來他女兒進來 進來之後 他就跟兒子說 玩東西 無緣無故在廚房裡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說 神經病 當然沒有 沒這麼做 哪有這麼低能 初初認識嗎 玩溫馨嗎 認識了這麼久 都準備想撇勾你還玩嗎 然後 後來就是散了 然後 他隔了一會 總之電話 在他身 放在身體隔離 睡覺的時候 真的 內電顯示是他兒子的電話 然後他就 他就說 會否避免到電話 家裡有沒有寵物 沒有啊 沒有啊 他說 我的電話不在身的 在聽的 你自己出去看 他們就出去看了 發現了 是沒有人按過電話 亦都電話 是無緣無故顯示了他兒子的電話 但是男朋友的電話是沒有打電話給女朋友的嗎 無緣無故有男朋友的電話顯示 噢 但是看回 可能打出紀錄呢 有沒有都沒有 噢 那我沒有問他 噢噢噢 老實說我忘記了 他就這樣跟我說 你不要理他有沒有打出紀錄 也很恐怖 沒有啦 怎麼會電話自己打給那個人 是 喂 你不要說什麼 有些朋友過身那些 我快點刷了他的電話 是嗎 是啊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 就是例如 什麼WhatsApp那些什麼 我刷了 是啊 我久不久都還在看 可能Facebook有些朋友過身 我都會去錄一下 Facebook不要緊啊 你的電話號碼 無端有一天 你幻想自己洗澡的時候 突然之間 安事的時候 突然間 你接不 不是 你怕的不怕你接不接啊 那我 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 他打給你但他死了 你接不接啊 我會聽啊 我一定會聽 真的嗎 神經病 那你乖了幾個月打給我 我會聽的 神經病 你會聽的嗎 我會 我一定會 那點是什麼 我想看看他 我覺得這件事是這樣的 例如人鬼情味料 他能夠打得到電話給你 其實可能浪費了很大的力氣 你明白嗎 他肯定是有話要跟你說的 那為什麼你不聽一下 你覺得他打來就 我死得很差 你陪我 這樣嗎 真的 你覺得他會怎樣 很難害怕 神經病 除非你欠錢 或者你做過一些對不起他 你追求別人的 會不會 那你就會不聽 不聽 然後不聽之後 第二天 另外一個朋友 就中了六合彩 我告訴你 昨天我朋友打來報六合彩號碼 我告訴你 他打來報六合彩號碼 我告訴你 我以為鬼也不聽 他說他真的是鬼 他打來報六合彩號碼 說了六個字 還會有六個字 如果這樣就很可憐 你真的很笑 我試過有些朋友 家人改了身 他們會久不久 可能隔了幾年之後 可能很想念媽媽 他就嘗試再打電話號碼 可能已經有個男人聽過 他會 我哥哥的視覺 很多年前告訴我 就是他有個賭友 你知道賭友 狗不狗輸錢的時候 就打電話去聊天 那個賭友就是做酒店的 我哥哥做了那一行 就沒有打給他一陣子 突然之間 就收了他的電話 電話拿起了 就叫聲嘆氣 就收了錢 打了兩次 後來我哥哥就隔了幾天之後 打給他 不知道誰輸錢誰 打給誰 打給他 接電話號碼 就是那個死者的哥哥 那個哥哥就說他有一天睡覺死了 睡覺就死了 計算日期就應該 已經死了 肯定死了 警察拿了電話 剛剛拿了電話 即是已經是證物房 證實他是自然死亡的 就給他家人 他家人就聽 就通知他的朋友 說你死了 那個哥哥就說 那你有沒有問他 為什麼他死者打給他 那他哥哥說 沒有可能是騙錯吧 按鈕 找通知朋友騙錯給你 但我說騙錯也不會 唉 這樣 那些 這個 這個恐怖 說回剛才那個網友 他在追尋這件事 他說為什麼會無端端在家裡 有一個人 半夜打電話給他 用他的電話 那個電話 他把電話放在聽 追尋到嗎 追尋到 原來他的兒子 很扭爆一下 剛剛早兩天 就去完他的契妹 喪禮 他的契妹 就是跳樓 他們那些都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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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有些時候 比較情緒化一點 可能 就在生活上 他就跳樓死了 跳樓死了之後 好像還有新幾 不知道什麼 那去完 那個大酒店之後 他的兒子 就 漏爆了 那些東西 就沒有 拿了一元捐了他 又沒有拿糖 吃了 又沒有燒了東西 那整個吉兒 還帶回家 就抹走 是 所以 他就說 不知道關不關 那個電話 是帶了那些髒東西回來 就打給他的問題 哦 這個 這個 他告訴我 就是那個女童 另外一個 我今天要講今天的主題 就是商場的怪異事件 是 我不講 哇 差點爆了那個名字 我不講網友的商場 我講另一個商場 我小時候知道一宗靈異東西 是 那個商場 因為報紙有買的 所以不怕說 就是在淘大商場 你有沒有聽過淘大商場裡面 商戶廁所裡面的靈異東西 沒有 就是很多年前 90年的 這宗是4月的 當時有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叫做阿萍 她去了一間賣時裝的店 就是工作 這個多久之前的 90年 90年 就是淘大 得福 淘大 在那裏 上班到第四天的時候 當時阿萍就想到 那些杯子 用廁所洗 早上上班 商場開十點 這個商場 我小時候在那裡抱 回十點的時候 就去洗杯 那洗杯就拿了鎖匙 一開的時候 就進去那個商場裡面 因為那個商場 以前就不是公開給你去洗手間的 就是商戶有鎖匙 商戶有鎖匙 我們平時小時候去這個商場玩 就等人開門 我們就跟她進去洗手間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女生進去洗手間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男人跟著她 進去沒多久跟著她之後 就用繩子固著那個阿萍 就拖了她進去藍廁 進去藍廁之後 那個女生又叫救命 她叫不了 因為她勒著她頸 然後很快就用刀刺到頸兩下 然後那個阿萍就死了 蛤? 但為甚麼無端端這樣做 她死了 死得很痛 即是一段時間的 因為她是負傷 跑出去 想去自己的店那裡 還沒跑到店裡 就服屍在外面就死了 然後有條血路 怕被人刺 最後就送完之後 即是很慘 阿萍就很慘 證實不治 然後整個頸裡的氣管 就被人割開了 即是死得極慘 無端端打算去洗碗 洗碗碟而已 怎知道是年輕人來的 有張照片 那就是這個女生 即是很慘 然後警方就封了廁所去查 當時 以前的報紙是這麼黑的嗎? 都看不到 是的 當時就找到三條鑰匙 那條鑰匙 要不就是那個女生 要不就是那個兇手 正常人都不會掉鑰匙在地上 因為她有奮力掙扎過 然後拿了三條鑰匙 附近的配鑰匙 就問她 記不記得你的鑰匙 是不是你配的 因為有個鑰匙 裡面有個腫 就是用了腫 慢慢去磨出來 那她認得一條鑰匙的腫膽 即是不是她 她說 這條鑰匙 她說我認得 這條鑰匙其中一條 鑰匙應該是 淘大裡面 F座裡面 那些大閘的鑰匙 警方就拿了一條鑰匙 就去F座那裡 然後就開了一條閘 然後就逐家逐戶士 到了事到晚上11點的時候 早上10點 事到11點 然後就開到16樓裡面的一個單位 立刻抓人 是你的樣子 找到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那個男人在她家裡找到一把刀 找到衣服 染血那些 一定是她的 因為人裝並獲 那什麼原因無端端有仇口 沒有 那個男人 當時是在大陸下來的 跟家人住的 想要申請下來 下來 下來沒事做 不知道她 想打劫還是什麼 悉心起 還是想打劫 很少人會在商場廁所打劫 神經病 很罕有 非常罕有 她拘捕了她的男人姓崔 崔國父 當時是32歲 其實還有她爸爸媽媽 還有一個她80歲的祖母 就住在淘汰那裡 其實這些混蛋 她不打劫 等幾十年 現在都發達了 這家樓 爸爸媽媽死了 媽媽死了就是你 你這麼發達 他們以前不覺得樓是這麼值錢 對 對不對 判了終身監禁 這件事的靈異在哪裡 就自從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當然死過人 大家都有些忌諱 有些害怕 我想知道究竟在哪裡 哪個廁所 原來是多少樓 是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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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間那個位 即是舊那邊的淘汰 不是新的淘汰 有分新舊的嗎 有分新舊的 有分新舊的 是舊那邊的淘汰 然後人們聽到 首先有些聽到什麼 商場裡面 那間廁所裡面 通常都會有的 就是說 有哭聲 嗯 還有那個廁隔 就長期無緣無故 沒有人 裡面 都是鎖了 就是鎖住了 開不了 有人見過 即是有人在跑裡面 聽到跑聲 即是女生死後的跑聲 也有見過尖叫 即是人在裡面尖叫 還有可能會聽到一些 喵聲嘆氣 慘叫的聲音 在裡面 據聞 當時人們的商戶 就很害怕 經常都要去那裡 或者不去過廁所 去另一邊的廁所 但可能不知道 他有沒有鎖匙 在另一邊的廁所 他好像 夾錢 就拜過 還有超渡過 但是有沒有幫助 這件事 我之後沒有聽過 除了延案的鬼故之外 我沒有聽過這裏有什麼古怪的 淘大漠 沒有聽過 以前Yoyo住了一頭 之後我也沒有聽過 商場其實很少傳到鬼故事 真的很少 你這麼多人走來走去 你怎麼會有 收了一部的東西 你進不了他會趕你走 對不對 如果你說商場為道市 我以前是舊公司的 那裡真的很陰森 尤其是晚上開工 你要去B2 新城那裡 對 真的很恐怖 電動扶手電梯又關掉 你要走下去 回到公司 開辦公室 真是押著無聲 很恐怖 好像聽過鬼故事 以前也說過 有沒有一兩個爆發 就是某一個位置 我們直播室有沒有說過 有一個位置 長期都是我們不會坐的 任何師傅來到 大家都說不要坐那個位置 為什麼呢 聽聞好像有個男人 長期是那個位置 還有不知道在哪裏 你想像一下 一棵牆是在我前面 長期一個人站著 對著這棵牆 我都去過好幾次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有幾個都說 有看到有這樣的 我也試過做做下一個節目 因為我們那個直播室 是這樣 半U字形 中間operator 我們就坐在外面 然後在後面這個位置 是玻璃來的 但其實是公司裡面的範圍 不是外面 但晚上其實很少人會經過 有時候會眼尾都會經過 那真的是人來的 其實玻璃都很長 好像有人這樣害怕 但有一次 我真的做了一個節目 我突然看到有人 好像有人經過 但其實有人經過 我們那個直播室的門口 還有一個小窗 其實如果你這樣有人經過 你也會看到有人再這樣經過 但我看到眼尾都有人經過 之後就沒有了 我剛好有一個師傅在場 我說你們剛才看到有人 好像有東西看 好像石頭鞋一樣 像玻璃一樣 像玻璃一樣 我看到 之後他們就不知道 好了 畫了結界 繼續做節目 他們會 不過你講開之前做節目的 那些 都可以說了 不怕 不要再做 是啊 講講講講 有一兩件那些人 在做節目 我真的聽到 我當他們經常在心裡想 你知道我很囂張 我又不會得罪人 我又不會說 內心裡面囂張 我只是在心裡想 你怎麼說話 講到九五六八八 做節目 還說做什麼鬼節目 我心裡想 你真的收皮 當時我真的這樣想 接著 看到他們說話 好像做一些音樂節目 你應該知道我說誰 好像做一些音樂節目的DJ 但他應該說鬼故 然後我心裡想 這些舞台 是誰聽的 我真的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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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話又假裝ABC 然後我心裡想 這些舞台又不聽 我心裡想 全部都收皮了 以前 真的很有趣 聽眾問我 哪個師傅真的 我說 其實我作為一個主持 我邀請師傅來 我是怎麼看的 看他會不會說話 流不流暢 因為很多師傅說 搞定 我捉完一隻鬼 完整的故事 就是這樣 一分鐘就沒有了 完整的 你可以聽一些 都沒有什麼特別 他們來說 是每天都處理的 他們覺得不特別 但我自己覺得 那些師傅 是實正一點 怎麼說實正 你問他什麼 他講不到給你聽 我覺得那些師傅 實正一點 其實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一群 真的不是那麼多V混 如果說V混多 那些人又覺得 那些人又覺得 但是我們又可以 用他的口罪來定 他會不會捉鬼 這件事有兩件事 也就是 每個人都會說廣東話 說話是另一回事 還有 試過有一個 純粹分享 試過有些師傅 我問他 例如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故事有沒有鬼 他說我可以分三個層面 答你 答完三個層面 他都沒有回答過 究竟有沒有鬼 然後我不知道 我跟伙伴 心想 回來了師傅 喂 來了看了 有的 我通常頭很痛 所以我很少請師傅上來 很深奧 有些時候 除非有些朋友 介紹給我認識 我認識那個 我通常都會問 你講話行不行 或者有沒有話說 我會預先調查 再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 問他 說兩句說得不適合 聽的時候 我又不可以突然之間 我真的不可以突然之間 你講什麼 哈哈 我不可以這樣的 我只要假裝聽 假裝聽 是嗎 喂 那那裡怎樣 老老實實 我通常擦斷他 但擦得多 又好像得罪人 這樣 就算了 自己說 哈哈 哈哈 所以阿詹很喜歡自己找資料 而且我也經常跟你講 你以前做的 日式你不久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我們還要做什麼電台 對啊 做網台這些 這些都不行 做網台 電台怎麼做得到 好笑 多些人還以為自己 那些人呢 很好笑的 是 你看到DJ的人 那些人呢 經常以為自己呢 是Artist 這樣啊 是啊 其實不是 大哥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是 然後好像很有東西 那樣的 就是覺得是有不同grade 還有看到你起了鋼 那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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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濕 那些 什麼叫濕濕 濕濕 濕濕 那些 那些 那些人 那些人好像很囂張 是 但我又不可以當面囂張 那樣 哈哈 真的 人的形象是看見你 你收 真的 但我內心是這樣的 是啊 我內心就是 回來啦 師傅 你都很遠 休息一會 好 稍後回來跟你講 差點衝口而出 講九龍裡面的商場裡面 超多鬼故 超多 休息回來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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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